歡迎來到我們的電影大盜 我是張遠亭 我是羅啓裔 是我這三個月裏 我聽到可以令我自己流眼淚的 就是這首歌 很多人都在我們年代是這樣出身 我住過鑽石山的木屋 我有三個姐姐 我有五個哥哥 我聽的 是我媽媽說的 第一 五個哥哥我從來沒見過面 他們是沒名的 我有三個姐姐 現在剩下一個 我剛才說有一樣東西 從來沒說過給別人聽的 就是 我老爸臨過世的時候 他有說過給我聽 我最對嘗的一個哥哥 是有病 死了 我老爸抱他屯門埋了他 但我不知道在哪裡 我只知道以前那麼多 那個年代是很痛苦的 現在不是 那些是一個回憶 我想我們那個年代 有一件事我覺得 我們是比較厲害的 就是因為什麼要自學 你不學就站不到在社會上 好像音樂那樣 那個年代 好像流行Shadows 流行Ventures 有一首歌叫Apathy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是怎樣的 全世界都要懂這歌 我大姐夫送了一個木結他給我 他教過我彈這幾句 從這幾句裡面就一直學 但你為什麼會學 因為你有興趣 我們小時候見到那些 打樂隊的前輩 哇 很威風 如果我們大了就好了 就是奠定了我們小時候 要自學的心態 我想我大姐夫送一支木結他給我 那時候 我應該是讀六年班 我們有一件事是比現在的人強的 因為那個年代 你沒有可能 我們大家都知道 講都不用了 我們沒有YouTube 我們沒有上網 電視都沒有 只是聽收音機 就是說靠聽 那外國人說的 我們什麼都是靠聽 靠記住 在音樂旅程裡面 很多時候我們訪問 大家會問我究竟有哪些歌 或者哪一首歌你最喜歡 最有紀念價值 或者什麼 當然你在那個時間 譬如我講話童年時 在這個時間 我們會講交叉點 這歌的時候 因為交叉點才會有空椅 那我就會講了這一堆歌 不過從來有一首歌 我是沒有講過的 這首歌叫《撲火是我》 你連聽你都沒有聽過 真的 其實它是一個電視劇的插曲 那部電視劇叫《愛在暴風的人子》 因為我這次來的演唱會 和我以往的演唱會 是兩回事 我就是要唱一些 我二十幾三十年 四十年不開口唱的我的歌 和你們都不會知道 我以前作過的歌 因為我最近聽這堆歌 我最喜歡這首《撲火是我》 你找不到這首歌的歌詞 你上網未必找到這首歌來聽 是我這三個月裡面 我聽到可以令我自己流眼淚 就是這首歌 我聽到這首歌的歌 是一首歌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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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首歌的歌